嗨,歡迎收看哩語加油!中國叫麻煩之名的山,こんにちは! 今天是方便的疑問詞我們一起學習一下 疑問詞是日本語叫疑問詞 疑問詞 疑問詞如果一些學習的話可能比較方便一點 這則是有六種我們一起看一下 第一個是可能經常聽到的是何ですか? 什麼 什麼 誰ですか 誰ですか 誰 いつですか 什麼時候 何時ですか 幾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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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錢 どこですか どこですか 哪裡 哪裡 所以這個六種是這則是簡單介紹 具體的用途是我以後可以介紹一下 但是這次也是好好你們通過這個視頻來好好學習一下 在一起的小學 何ですか 何ですか 誰ですか 誰ですか いつですか いつですか 何時ですか 何時ですか いくらですか いくらですか どこですか どこですか 當然是這個 ですか ですか是一種禮貌一點的語言詞的搭配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ですか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ですか也可以 比如說 何 何 何 他不能說難 直接說何 然後 誰 誰 誰 いつ いつ 何時 何時 いくら いくら どこ どこ 這個 也可以 好 那麼今天差不多就到 じゃあ 了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